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师长 要用双手 拿东西 给师长 要用双手 我们来看第五个句子 答案是 风度也很重要 风度也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练习 第二部分的练习是 读句子找正确回答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是谁教你的 是谁教你的 答案是 B 我的文化课 老师 我的文化课 老师 我的文化课 老师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老师 对吗 老师 对吗 答案是 A 对极了 对极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您觉得他怎么样 答案是 A 他很有礼貌 他很有礼貌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见到师长 要问好 见到师长 要问好 答案是第二个 是啊 理多 人不怪 是啊 理多 人不怪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练习 第三部分的练习是 请选出正确的声调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是 你拿东西给老师 答案是第一个 你拿东西给老师 东西给老师 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这不是重不重的问题 这不是重不重的问题 答案是 B 这不是重不重的问题 不是重不重的问题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他一定懂礼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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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案是 A 他一定懂礼貌 一定懂礼貌 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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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带一点小礼物 答案是第二个 我们带一点小礼物 一点小礼物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 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 按赞还是订阅 那我们就下一刻见咯 拜拜